大家好,我是苗小千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說升級元件 升級元件我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對機器進行改造的 有超頻、電壓、電容量跟紅石控制四種 超頻是用來加快機器處理速度的 用三個10K冷卻單元灌橫著放 下面中間放電子元件 左右放絕緣銅線可以做兩個 冷卻單元換成30K的話就可以做六個 冷卻單元是用冷卻一貫四種放到洗板做成的 30K冷卻單元是用三個10K上下擺上洗板做成的 冷卻1NEI裡面是暗物輸合成表 做法是用流體固體封管機的流體製造模式 把清金石粉加上水 清金石粉就是用清金石去磨粉而成 可以手動操作 拿水桶或罐子蹲著 右鍵流體固體封管機 就可以把水加進去 然後再趕快打開界面 把單元罐放入 左上角 或是也可以把水罐加入裝瓶機 讓機器把水跟瓶子分開 用等等要說的自動送出元件 都送進流體固體封管機 或是也可以用抽水機抽水 用漏斗放入單元罐跟清金石粉 就看大家要怎麼去設計 我們現在讓它開始運作一下 放入電源 解出水跟罐 罐過來 裝清金石 合成冷卻一單元 合出來的超頻元件可以放一個 就會將處理時間變成原本的70% 然後耗電變成原本的160% 放兩盒的消費是原本的70%的70% 耗電也是原本的160%的160% 放入多數就會越快 但能源效率也會越來越差 官網上的資料說 如果塞過多的超頻元件 導致每TIC消耗的電量 超過機器內部儲存空間 就會出現電力不足的情況 需要用下一個要講的電容量升級元件來升級 但是根據我實際上測試的結果 現在我用的1.12.2版 超頻元件同時會根據某一種規則 增加內部儲存的電量 最後並沒有出現這樣子的限制 再快可以一路加速到瞬間處理完一整組的成品 如果你的版本不會因為放入超頻增加內部的電容量 就補上電容量升級元件 它要超過算出來的消耗功率就行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電容量升級元件怎麼做 電容量升級元件可以把內部儲存空間增加1萬EU 合成方式很簡單就是用電池、電子元件、銅線、木材就能製作 材料是3個銅、3個錫、4個紅石、8個橡膠、5個木材、1個鐵 至於它有什麼功用呢 除了前面說的那個之外我其實也想不到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下一個吧 電壓升級元件 它是有一個中壓的變壓器 加上雙倍的決元金線放在左右 下面放一個電子元件 剩下用玻璃做成的 材料是9個鐵、1個金、3個銅、2個紅石、10個橡膠、5個玻璃 每放一個可以提升一節的能源接受度 一台能源能力是1的機器 如果放4個的話 就可以接受8192的直接供點 如果資源夠的話 把每一台機器都升到最高階也是不錯的選擇 最起碼就不用擔心 輸入會不會爆炸了 不過必須要小心喔 在沒有斷電的情況下 千萬不要把電壓升級元件拿起來 因為在之前傳輸進來的電 用光有新的電傳輸的時候 機器就會爆炸了 我為什麼會猜6模範機下聲音 好喔 下面一個是紅石控制升級元件 這個東西的翻譯有點不精準 原本應該是紅石信號反轉升級元件 它可以用在熱力心機、熱感應電爐 還有進階採礦機上 熱力心機跟感應電爐在預設的模式下 作業時都會先加熱 加熱完才會開始運作 當內部沒有物品的時候 溫度就會很快的下降 下一次放進物品的時候再重新加熱完 才開始繼續動作 如果給它紅石訊號的話 它們就會進入保溫模式 就算沒有物品 熱量也不會消耗太快 但會持續耗點 進階採礦機的話則是 給它紅石訊號它就會停止運作 如果裝了整個升級 那條件就會反過來 不給它紅石訊號它就不會運作 所以就是看大家要怎麼去設計這個 條件比較方便使用 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另外做一個反向器了 第二類是物品傳送類的升級元件 送出的是活塞放中間 四個角放上洗板 輸入的是黏性活塞放中間 四周放上洗板 這是便宜的東西 如果用致密洗板的話就可以節省活塞 一次可以做出九個元件 進階的這兩顆它目前沒有合成表 已經被刪除了 它們就是比一般版都來的過濾功能 我們把它拿出來 對著空中右鍵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 過濾的九個格子 還有可以挑選選要不要去篩選它的中繼資料 或說耐久度 現在有另外一個機器可以代替了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沒啥用了 第三類是流體傳送的 跟物品的比 就是中間的活塞換成電動馬達 輸入的話就是再多加一個樹脂抽取器 它們的用法都一樣 我拿物品送出來解釋 我現在手上拿著一個自動送出元件 用滑鼠指導它就可以看到它現在是 自動輸出到第一格有效方向的字 這是做出來的時候的日射模式 放入機器的話 只要周圍有任何一個可以容納它的地方 它就會自動送出到那一個 優先順序是 中 西 南 北 上 下 如果要看方位的話可以打開F3 在左邊大概中間那邊有一個Face 現在是WEST SOUTH EAST NORTH 你就可以知道現在看的是哪個方向 如果像這個抹粉吉他同時會產生一個以上的物品 就要取前兩個方向送出 中 恩 西 兩個 如果我要控制方向的話 就是我手上拿著這個自動送出元件 然後又集任意的方塊 要送出的那個方位 例如我要送出這邊 改到北方了 東方 南方 西方 下方 下方 如果想要再變回日射的話 就是在現在設定的方向再點一下 輸入和流體輸入輸出都是用一樣的方法 那我現在就用這邊來做一個抹粉機 自己 進料跟 出成品的 示範 先把東西拿出來 送出的話是 北方 然後 輸入是南方 我用這個箱子當輸入 把提框放在裡面 把水分放進去 輸出 這樣我們應該就會在這邊看到成品 沒錯嘛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這個水這邊 水是往吸收 流體跟物品都往吸收 所以是送向這個方向 親愛的 右邊 好 這邊就會自己 開始裝冷卻衣 那我可能要多拿一些青金石 我想要它自動 放入青金石 從上方自動輸入 然後自動輸出到西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成品 基本上這個就算是ICL的物流系統 當然還有幾台有關的機器 弄得好的話可以完全不用管道 不過我覺得如果機器很複雜的話 還是管道好用 除非真的沒有裝任何管道模組 不然還是管道比較不會出現東西不知道飛哪去的問題 或者是優先順序沒有辦法控制的問題 一個一個出錯的時候真的還滿崩潰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層雙極元件的介紹 喜歡的話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喔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